這個其實我覺得醫療是一個職場 職場就有這種職場的事情 絕大部分是 一例老鼠屎壞了一鍋舟 雖然我承認這鍋舟裡面 很多老鼠屎 好 但是這鍋舟很大碗啊 對啊 那不是只有 都在講我們男醫師的事情 其實 我就記得以前我們有一個學妹 那本來跟一個班隊 班隊非常久了 然後有一天到醫院實習以後 然後就終於懂得什麼叫位階 跟那個感情 跟實際權利是不太一樣 實習結束以後 安娜達去當兵 回來的時候 兩個就分了 那兵兵的原因是 後來他就跟 在一個實習RUN的時候 一個外科的副教授在一起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 介紹我們七位優秀的 好辣醫師團 今天的醫師好辣真精采 想知道醫師的秘密嗎 想知道一界不可告人的秘心嗎 讓好辣醫師團來爆料給你聽 今天也邀請到七位爆料團 來打爆醫師們的八卦哦 今天才是符合我們 醫師好辣 原來的初衷 是嗎 是誰啊 不是 今天各位好好爆料 怎麼啦 如果要爆得好 將來會維持常態 對不對 醫師一直在社會裡面 備受的去推崇 而且每個人頭上都有 非常很多的光環 當然爆料可以盡量爆他們 或者爆了醫師的一些現象 也可以 我們來看看 但是瓜哥 我覺得很奇怪 你這個節目的宗旨 是要促進這個醫病關係 是 但是我故意要打破衣服關係嗎 會破壞嗎 那會把護理師都移到對面去 就是要明擺就要破壞我們的關係 七個還是滿公平的 對 有時候護理師會有一些不滿 我們醫生本來就跟比較年長的護士 關係不是很好 對不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小心 小心 對 別再說一來就小心 等一下 醫師超級雙病人 人前人後超不同 對 剛剛那個江醫師講到 我終於知道了 他剛才說他們跟年紀長的護士 通常那個關係沒有那麼好 我因為入醫藥記者 這一行的時候也是年紀很大了 所以我跟他們的關係 一開始也很差 可是我跟你講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 醫師算是學富無居 因為他們通常在我們社會裡面 算是說要成績很好 一直覺得說就是很優秀的人才能當 所以我們一直以為 他們在每個方面應該都是非常優秀的 可是入了這一行之後 有一次受到一次震撼教育 那第一次是小震撼 那是怎樣 那個年代還沒有手機 就只有BB Call跟家裡的電話 通常晚上如果臨時要打電話問新聞 然後就會拿著我們的電話簿 就是上面的以前學長姐 傳承下來的電話簿就開始打 那一次要打某醫院的某主任級 已經將近院長級的醫師 然後就打打打 他的電話說 喂 您好 請問這是張教授的家裡嗎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說 是 有什麼事嗎 你好 我是自由時報誰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聞想要請教張教授 突然間這個 對面這個很有禮貌 氣質很好的女性的聲音說 他今天不在這裡喔 你要打另外一支電話 然後我就掛了電話之後 就跟旁邊的學長姐說 好奇怪喔 他說張醫師不在這邊 要打另外一支電話 今天不在這間診所 道別的診所 我本來以為是這麼想對不對 不是 他說 沒有啦 他有兩個夫人 你要打去另外一個夫人那裡 喔 這是小震撼 就是他們已經是 在那個年代比較資深 年紀比較長的 就像王永慶治流 他們本來就有兩三個 所以後來想說 這可能是 老醫師特有的特權 那個年代嘛 鄭醫師那麼年代 就那個年代 差不多就那個年代 後來我想說 年輕的醫師應該就沒有這一套吧 是 後來再去跑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在某家醫學中心 就我們就遇到一個 非常帥氣的整形外科的主任 那人不只帥氣質又好 然後每次接受採訪的時候 都是文字彬彬 然後有問必答 非常的詳細詳細 大家都覺得 哇 這男人真的太棒了 可是有一天就覺得很奇怪說 欸 你們那個主任 他那個上班的那一天 我們去說 問問說 欸 你主任 今天耳朵上怎麼包了一個 像繃帶的東西 我就說 欸 主任你怎麼 主任說 不用 我沒有小事小傷 我想說奇怪了 怎麼受傷都不肯講 後來你也是知道 有時候問不出 A問不出來就問B 問他的同業 就他們嫁拼說 欸 你們那個主任 耳朵怎麼 他說 你不知道 昨天超精彩的 我說怎樣 昨天又到我們醫院急診 我說到你們醫院急診 為什麼 他說 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平常在外面 偶爾會不小心偷吃 被老婆發現 那偏偏呢 他老婆是一個全五行的 老婆是非常恐無有力的 那一天就是又被老婆發現 老婆修理不小心 傷到他的耳朵撕裂傷 天啊 可是撕裂傷 你想說怎麼辦 應該一般人會避開說 自己的醫院嘛 對啊 但沒有辦法 有時候因為他們會住 離自己醫院比較近的地方 因為方便上下班 第二 其他小醫院 人家也會知道你是誰 因為畢竟你覺得 勞勞嘛 然後不得已就 我半夜就來急診 你知道嗎 可是所有急診他說 其實大家都心之鈍 因為不是第一次 對老婆修理來醫院的 這個要抗議 因為那個 就是蘇星姐剛才講那個故事 因為基本上只有在 以前年代有醫生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收入才夠 現在醫生 現在醫生大概 你看養兩三個大概很困難 養一個就有點小吃力 那個是草字頭的嗎 那個姓是草字頭的 你怎麼知道 他們後來還有 開車到閒亞快點掉 差點掉下去你知道嗎 那一段沒講出來 哇 越講越練 有什麼事可以瞞得這種 這也有年代的 這也有年代的 他是我的前輩的 這個年代的醫生 沒有什麼錢可以養得起 這醫師應該有 我們也不夠實力的 他有錢 他有夠實力的 我們不夠成功 是 沒有 你們這個年代的醫生 成功再換別人養你們好不好 不是 我們現在是靠他們 剛好生姊你剛才講的 我們這個年代 因為競爭很激烈 所以我們大部分是靠 韓養 去吸引別人 比較不需要用 韓養 好 我把醫師叫 是韓養 所以江醫師已經等著了 代價而過了 聽到沒有 代價而過了 來 競醫師 競醫師妳開個架 其實不用不一定要靠人家養 我之前就有遇過那個 我們醫院有一個醫生 一表人才長得超級帥 然後有一天 我的學妹她媽媽住院了 就住到那個病房去 結果那個主治醫師就 每一兩個小時就去看病治 然後我學妹回來的時候 結果我說 學姐我覺得那個 留意像說那個理醫師人很好啊 然後一兩個小時都來我媽媽的病房 然後連回家還會 特地跟她講說 我要回家了喔 那妳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才能照顧妳媽媽喔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怎麼有可能醫生這麼的閒 閒到還可以這樣子 下完下完班 還可以過去看他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一查之下 發現他有七個小三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老七 而且這七個人 大家都來互相認識對方 因為那個主治醫師的老婆 在國外 小孩也在國外 那平常這個醫生就對這些護理人員 跟一些就是除了護理人員 還有病人都很好 所以他有這麼多的 小二 小三 小四 後來為什麼會爆料這件事 是因為那個醫生啊 他就跟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二 小二這些人就說 我最近要買一台高級房車啊 可是因為我身上就是 就是投資產不太夠 妳要不要幫我付個3萬啊 妳付個5萬啊 妳付個7萬 反正我都是載你們啊 然後後來就有些 他沒有被載到就不開心啊 就爆料這件事情 對 我是不是大家還貼他錢喔 對 大家還貼他錢喔 這是醫師涵養的 大概幾歲啊 差不多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這個年紀 妳講這個話喔 鄭醫師會很生氣 因為我剛剛那個年代 都是他拿錢出來 沒有這種事情 對 嚴重五路 我想起來有一位 這個案子還沒有爆發出來 有一位 有記者喔 應該說 很出名的一個醫生啊 電視上出現的時候 都非常斯文 有一次那個 數字週刊的副總編 他退休之後跑來找我 他說 說實話 有些事還是真是沒有完成 我說像這個事情就沒有完成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 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週刊很能幹 無所不能 我們有踢到鐵板的時候 我說為什麼踢到鐵板 他說像這個例子 他對外居然講說 他的事情都沒有爆發出來 是因為他花錢買通我們 我們這個數字週刊 豈是可以被買通的 老闆說抓 結果布線開始抓 奮鬥好幾個月 完全沒有下文 為什麼你知道嗎 人家他五個 大老婆之外還有四個嘛 每個人都是像家庭主婦一樣 出來吃飯 老夫老妻 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動作啊 那其他祕密的事情都在家裡 他說我們永遠都逮不到 後來我們就聊天 聊起來說我們這一行 也有一個名醫 他說你們記得嗎 有一位醫師不是 也上過我們週刊嗎 他不是這個 有一回在餐廳吃飯 跟一個主播 一個有老公的主播 這個被我們發現他正在手下 在摸對方的大嘴 那拍下來也上了這個週刊嘛 我就想起來說 你這樣子 其實我們醫生很多是正眼君子 你不要這樣亂給他胡思亂想 有一次有一個醫院的院長就跟我說 我們醫院的這個 骨科某某醫師 真看不出來 看起來很內向害羞 我說還木娜寡言嗎 他說反正你看嘛 就這一位啊 我說這位是很正的君子 他說上回啊 聖誕夜我發現 在我們醫院附近的餐廳 發現他跟我們醫院的某某護理師 不是立法 我是說你知道立法是不會幹這種事情 那結果 結果咧 我說那沒什麼啊對不對 我說那可能剛好有空啊 剛好比方說雙方都有空啊 我說聖誕夜也沒什麼啊 後來他說可是是燭光耶 我說燭光那也沒什麼啊 純實巧合啊 他說可是 我發現他們那個 骨科醫師正在摸對方的小手耶 我說 可能剛好再幫他看手相啊 反正就聽他講話 接下來又摸別的地方 我說我想 你不要再講了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聽他說話了 可是像我們醫生跟護士 單獨出去吃飯 也說不是我們自願啦 因為你知道不是 我都拒絕這樣比較為了 真的假的 我單獨自身的 不是 因為護士他們要寫 很多N3N4的報告嘛 有時候他們就是不會啊 會來問我們啊 他們就會跟我們約在外面啊 所以我們真的是被動的啊 有沒有 對啊 不要誤會 有時候看到還好 所以他只是寫報告而已嘛 他也沒有亂來啊 對啊 大家都沒有亂來啊 沒有 他可是大家都亂來 看得到的地方都沒有亂來 對啦 可是身為一個 可樂高尚的職產科醫師 又愛家愛子的這個 好 我要先講 殭屍這個動作要小心 瓜田裡一下 尤其你現在開始有名了 大家也知道 你代價而故嗎 我們有代價而故嗎 剛剛已經開架了嘛 我私下要幫你們問 可是你不要講這個 其實我覺得醫療是一個職場 職場就有這種職場的事情 絕大部分是 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雖然我承認這鍋粥裡面 很多老鼠屎 好 當然這鍋粥很大碗啊 對啊 不是只有 都在講我們男醫師的事情 其實 也有護理員員跟女醫師的事情 我就記得以前 我們有一個學妹 那本來跟一個班隊 班隊非常久了 然後有一天到醫院實習以後 然後就終於懂得什麼叫位階 跟那個感情 跟實際權利是不太一樣的 實習結束以後 安娜達去當兵 回來的時候 兩個就分了 那兵兵的原因是 後來他就跟 在我們實習RUN的時候 一個外科的副教授在一起 以後我們看到他要叫師母 跳起跳那麼快 對 直接副教授 還可以跳總醫師 總醫師那個太近了 還來不及了 所以叫跳師母 所以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人家嫁得也很好 因為也很認真 在學術上努力 也得到很好的成就 所以只是人家 這個轉頭轉得快 那另外一個 你不要講我們 後面那個四個 當然是 也是四位 醫界的同事 這個 顏值高 心態很正確的護理人員 謝謝 護理人員也有這種情形 我之前有一個學弟 他就跟我說 他那時候在台中那一代實習 他說他去醫院實習的時候 突然 所有人看到他 都對他很好 尤其是醫生 每人看到他都 欸 你來啦 其實我們不認識他 對啊 然後就跟他說 還特別教他 他覺得怎麼這麼好 然後每個人看到他眼神 都有一種很奇怪的眼神 就是欣賞他 又想栽培他 但是眼裡又一種很奇怪的眼神 原來呢 他有一個女朋友 所以女朋友在這個醫院當護士 那開大房護士 所以跟所有外科系都很熟 那原來呢 他也是 你知道現在到護床比嗎 那一個人他也照顧很多床 所以 對 幾乎那個所有的從年輕醫師到總醫師到主任級 他都照顧過了 但是呢 他為什麼要選擇那個學弟 其實他就跟他學弟 他也不諱言跟他學弟講說 其實我選你就是因為 我覺得你是一個值得靠碼的碼頭 因為對他很誠實 那我學弟也真的承接了這個 所以去大家都覺得是 表弟來了 表弟來了 其他人是值班的時候才照顧 他真正最終回到他身邊還是胖 所以這種事情不是只有我們醫生有啦 其實各行各業其實都會有 絕大部分都像有這種品格高尚 你可能要小朋友 其實之前在event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聽到很多風風雨雨 然後其實我待的那個科系 是比較單純一點點 因為我之前在骨科病房 然後就超涼的 就是照顧那個術後的病患 然後其實也待沒幾天就出院了 然後常常會聽學弟說 不知道是哪一邊的那個 骨科競爭非常激烈這樣 然後甚至就是 開刀房裡面有一個很奇妙的傳統 就是那個開刀房的一些護理師嘛 對 然後其實都跟醫生 有那麼一點點關係 然後吃完之後 財品師 其實這樣一窩子 都是他的後宮家裡 可是他看起來非常的普通喔 但可能他有什麼過人之處吧 就可以把這些人都按大和尺 各位 如果讓真相大白 就讓穿白色衣服太多次了 李光雯就跟你講 為什麼要真相大白 因為我們要應付一個叫做 醫生跟病人之間會有些糾紛啊 所以為什麼很多護理人對我們不滿 比方說我過去常常這樣子 明明該抽一個膽固醇的血 結果我們的護士小姐 或者我們的住院醫師沒有抽 那我們不能只罵住院醫師 要罵就一起罵 所以順便不小心旁邊留 但就少到護理人員 所以他們今天才會來 可我們罵完之後 當然要回頭跟病患解釋說 不是我們沒有抽 是剛好我們記器 可能今天剛好壞掉 護理就覺得說奇怪 醫生們為什麼會是雙面人 我們不是雙面人 我們是在病人面前 怎麼可能跟病人大小聲 所以當我們 無表狀化面對病人 所以這個前面那個情緒 讓我們先發現一下 所以同樣一個道理 有一個很知名的這個 急診的手術的主任 他有一次在輸血的時候 不小心要對愛滋病的血的血型 確定捐血者有沒有愛滋病 可是護士沒有對好 沒有對好之後 就發生這個血捐進去之後 這些被受血 他就會有得到愛滋病的這個可能性 照道理應該怪那個護士 他為什麼沒有跟對方去講好 後來因為這個主任 我覺得他情操非常好 他就說 這個是我們當急診室主任 應該要負的責任 他就站出來說 這個從所有的程序 不用到護士 不用到所謂住院醫師 各位 這樣的醫師哪裡找 真的很難找 可是就會有人傳說 他因為跟那個護士有什麼關係 才會扛起這麼大的 一個法律的責任 去解救他這樣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醫護關係 它並不是看起來 你所謂表現上吵吵鬧鬧 其實關懷的吵鬧 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像我是不是碰到 真的是雙面人的醫師 因為我們護理師有統計 我們做一個統計學 就是好像 平常最好色的醫師就是外科醫師 外科系的 曾經有跟過一個外科醫師的刀 然後他呢 就是跟我們護理人員講話 不是看臉 先看我們的長輩 就說 欸 學妹 不是嗎 他要去準備那個刀房的東西 眼睛還好嗎 對 還在那邊 怡婷 蛤 你沒有臉 還好 我不是護理人員 像這種沒有臉的人 就是像我這種胖 或是看小魚逼的 就是他馬上在整場都擺臭 看得出來 逼一些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不是都包緊的 對啊 所以看這裡 我們的衣服很薄 太太房有一點 所以他跟我們對話 都會先看長輩 然後如果我們是小魚逼的 或是比較胖的 去跟他跟刀的話 他整場都是一直在嘆氣 然後氣線塞的就在地上啊 然後不高興的 就是開始罵髒話這樣子 然後他曾經就是因為 就像我這種胖的人去跟刀 然後他就是 生氣到他去練那個衣組 然後練不好 他整台把他掃下來 氣到這樣 然後如果他今天是跟一個 D或是F罩杯的學妹跟刀 哇 整場在吹口哨 然後就回放五月天的 那個戀愛愛ING 邊開邊唱歌這樣子 是所有外科都這樣啊 沒有啦 也是厲害 沒有啦 應該是 沒有啦 這是哪個醫院啊 沒有那個 因為以前的外科醫師 比較喜歡喝酒嘛 然後就是個性會比較豪放一點 你說開到房裡面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偶爾也是會嘛 因為你看 跟你開到開這麼久 整天看這樣子 當然也是不是很一貫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人很會一場 其實 大家比較喜歡講外科醫師 是因為 就好像電視也喜歡播外科醫師嘛 對不對 就是他們主角 他們都會選外科醫師嘛 就是 他們那種 白刀子進 紅刀子出 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比較刺激 所以他們其實 老實說我們記者 訪問的時候 我們反而喜歡訪問外科醫師 因為他們的個性 都是比較 很直爽 所以有時候比較容易 讓人家覺得這樣子 對啊 反正那科醫師這樣子規規說說 他們其實也有做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哦 對 他們會比較那個 其實你要講到那個 醫師超級創面的人 有時候真的是卑鄙的 因為很多護士小姐都會說 比如說 這個主治醫師 以前在當CR的時候 或是R4、R5的時候 對人講話都很客氣 怎麼現在當主治醫師之後 就瞧掰起來了 就開始會 order那些護士小姐說 你怎樣 其實這個 因為就有一個主治醫師 這樣這樣子就是 他最近的時候就 等一下他也不講話 就當到主治醫師的時候 開始對護士的人 非常多的抱怨 因為他認為說 這間開大房今天就是他的 他要怎樣就怎樣 他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了解他的心路歷程 因為他 比如說他主治醫師的時候 都被欺負 他都被護士小姐欺負 那他說要幹嘛 護士小姐好像都這樣子 把他都覺得 護士小姐把他當狗一樣在叫 就是葬著自己 可能跟主治醫師很熟嘛 然後就好像 就是大家一起在念他的感覺 你說資深的護士 很多資深的護士 他們可能會 對一些比較年輕的 主治醫師會不是很客氣 甚至到第四年 第五年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跟主治醫師很熟 所以他們就有點類似說 把你當晚輩再看 然後就一直念你 那些醫生 等到他變主治醫師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 有點類似要報復 就是覺得說 那我就是要有我的規矩 我現在也是主治醫師了 第一年第二年主治醫師 可是他們都很傻 因為很多人都因為這樣受傷 因為他很衝 結果他不知道 夫妻小姐一團結起來 也是很可怕 也是 對 也是很可怕 對啊 就是你根本也還是沒辦法 結果他們 就有主治醫師 是因為這樣子而離職的 像有一次我們要 幫一個企業組的大老闆 約一個心臟內科醫師 我們確定時間也都約好了 醫師也都說OK 上schedule了 然後當天 他遲到了一個小時 那還好是因為企業組這個老闆 他EQ非常的好 非常的客氣 跟他解釋以後 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 我們主任一到現場 客人一坐下來 他就馬上先 標護士給客人看 他就說 不是說今天不要約整嗎 為什麼要約整呢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 真的非常的忙 就是因為你約整 害我怎樣怎樣 害人家等那麼久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們護理人員就 傻在那邊 schedule不是跟你確認過了嗎 但因為你遲到了 所以這一次 你全部都推在護理人員身上了 然後他就 然後轉頭就跟他說 可是他說 我真的非常的忙 可是因為我聽到是您的 所以我還是趕快跑來這樣子 就是會去 罵完護理人員以後 會去就是手一手去抱大腿 然後護理人員就在旁邊背黑鍋 我們護理人員真的是 很有愛心耐操耐磨的 好 換下一個人 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 你說是不是 訂便當是不是少我們 是 營養師訂不到飯難吃 是不是罵我們 少我們 然後請問你那個尿袋沒有拿 是不是少我們 少我們 水店沒有修 少我們 遙控器壞掉 找我們 然後進了裡面 傳解一次 然後跟病人講錢 明明就是十萬 講成兩萬 然後就叫我們去補 是不是說我們寫錯 對 真的 我講一個是 都是外科醫師 對 科醫師 恭喜 我今天是走棄質路 不是 你還好地講話 不然你融入到布景裡面 看不出來 所以看不到他的 對啦 其實護理人員真的有時候 會幫我們醫生背黑鍋 我們有時候自己沒弄好 然後比如說那個自費的東西 明明只要病人簽四萬 所以最後用了八萬 他出來是先罵護士 他不會罵醫生 對 所以記者有時候很多爆料 都來自護理人員 對啊 可是很多護理人員做這個 可能他有一些私心 比如說他比較喜歡這個醫師 或者比較喜歡特別這一個人 可是如果他們報復起來 比如說他喜歡這個醫師 可是這個醫師 又被發現 他跟另外一個人 比較好的時候 那個護士就不是 你剛才所說的那樣子了 他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刁難你 非常小的事情 或者是甚至有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不理智的事情 會出現 所以你剛才講的我相信 可是呢 可能是在一個比較 沒有私心的情況之下出現的 但是有出現 人跟人是互相認重的 我們哪一個不像媽這樣照顧 你們的幫你們好簡單 然後老婆電話沒來 然後電話沒回家 然後順便自己跟人這樣打招 然後開招拍不好 還說我們幫你 卡個下來 我容負負責了 我容負責了 我容負責 你們哪能得罪他啊 真的 剛才他剛才一直在講說 護理人員多好之類 我終於我就想到說果然 所以之前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有一個 其實是後來變成社會案件 那就是有一個小醫生 那也是一樣 剛開始在那種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的時代 就發現 小護士人真的超好的 你們就是這麼有愛心 又給他便當 又幫他強責任 所以就不知不覺 就跟小護士越走越近 就跟小護士同居了 就跟小護士同居了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舉醫院都知道 他們同居 那同居 奇怪了 同居了一兩年兩三年 也都沒有要結婚的意思 那小醫師慢慢會長大 會變成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就會變成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他的眼界就不一樣 有一次在不同的場合 就認識另外一個女醫師 這時候當他從小醫師長成大醫師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小護士可以給我的 雖然只有便當還有愛心還有耐心 可是女醫師可以給我的 是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 還有未來社會上非常好的助力 所以後來默默的 他也就開始瞞著這個小護士 跟這個女醫師開始交往 更扯的是交往一年之後 他就跟這個女醫師在美國 他們去美國的時候就有在結婚了 可是你知道在美國的結婚儀式 在台灣是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去辦你結婚登記 不成 那他們在那邊結完婚回來之後 也就住在一起 那因為醫生常常有知道值班幹嘛 所以女醫師不宜有他 他沒有天天在家裡 有時候在這邊 有時候在那邊 他不宜有他 只是有一次他就想說 奇怪了 老公 因為我們辦這邊這邊沒有用 然後他一直不懂為什麼三催四起 然後老公就是不敢辦結婚登記 後來事情就白痴你知道嗎 白痴就是後來有人 他們同事之間留言 終會傳到老婆的耳朵裡 就說 你不知道他人最跟小護士同居嗎 所以兩邊這個時候就知道 那最奧妙的是 這個男生後來選了這個女醫生 他就想說好 我就跟你去辦登記 但是妙的是 那這個小護士其實個性就很決絕 你都已經選了他 我就走人嘛 我幹嘛還給你買早餐買便當愛 對啊 於是就決定從他們的愛潮搬出來 你知道這個醫生有多病態嗎 他在那邊上演八點檔 他還開車去撞那個小護士不讓他走 因為他兩邊都要留住 他就想 對 他就 這個其實你最後鬧上社會板 就是因為他就開車撞小護士 你說你不用走 我一定會 你還給我幫忙 小護士要自己搬走 你看他已經有福報了 已經算福報了 已經要自動自動走人 他還這樣去留 後面去撞人當然很不好 但是前面的選擇其實無可厚非 因為我們剛剛很多護士小姐也是這樣子 每次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追 那個住院醫師跟主治醫師追 住院醫師也幾乎都拜北 對 所以最後會當師母嘛對不對 對啊 所以都一樣 對啊 人往高處吧 沒有什麼真愛啊 有啦 有啦 你知道我會覺得醫生很危險嗎 只有在他們的醫院 這只有他們醫院 別的醫院沒有 而且 跟他一直保倫哥講的 是不是 原則就是 你每一個女朋友 不要在同一個圈子 這個就是什麼 這樣就分不出高下 對 最大問題是在同一個圈子裡面 這個是信念之談 這個真的是真的 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選擇第一個女朋友 就是你一輩子的配偶 我就是這樣 因為後面的都被褲子 褲子都褲子 可以換一個題目嗎 我們時間已經過了 你可以先離開 你可以跟麗華 牽著我 我先跟麗華 不過說實在 剛好我就聽不太懂了 妳就結婚了對不對 妳還要跟小三同居 怎麼同居 妳每天上班再看到他 妳不在 除非妳說妳出國三天 五天 因為他們輪班 他們有時候 在醫院就要睡一覺 睡醫院都有 瓜哥 我跟你說 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譬如 你今天要拍 瓜哥要設個攝影棚 妳講話講話幹嘛那麼側身 他這樣比較瘦 他怎麼可以講 這樣比較瘦啊 對 不是 因為譬如說 我們現在要攝影棚 對不對 瓜哥你今天要攝影棚 你要十點 你一定要進棚 結果呢 我們現在沒有棚子給你 那誰會被罵 一定就是方凡會被罵 所以他為了要讓你準時十點 他就要來巴結我 今天空台是我 那我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對我有點好處 所以你說那個小三小四小五 我跟你講 他有空台的 有門診的 有發藥的 然後你就發現 要做個電腦斷層 奇怪 怎麼瓜哥的病人都特別快 對啊 然後他的病人都特別排得快 像江江這種的 可能就排到第七 第五 或者放下去 對 對 因為他只有兩個 對啊 因為我對別人比較不假 其實我不要跟女生講話 所以才會這樣子 不過那個 我覺得今天我們講的 真的就是少數 像我身邊還是有很多 到的高超愛妻愛小的好醫師 妳是在說什麼 愛妻愛小的好醫師 然後呢 但是呢 就是我有遇過一個 就是也是 我還是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有幾張臉的一個醫生 就是如果說我們是醫生跟醫生之間 的話我們就有競爭了嘛 所以我跟我同期的那個 住院醫師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好像 他就是 對主任非常的尊敬 然後主任說什麼都好 可是他對護士就是非常兇 而且還會摔病例 然後我覺得開始發現 他會開始針對我 去攻擊我 比如說有時候我跟病人講這樣 他就跟他講B 然後讓病人覺得 他們比較相信男醫生 因為他是男醫生嘛 所以就常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開會的時候 還會針對我這樣子 結果 有一次我忘記是什麼事情了 結果那件事情他鬧得很大 然後大家都覺得 你不要這樣亂發 對田醫師亂發脾氣這樣子 結果在有一次的那個晚會 就是吃飯的晚會上 他突然站起來 然後就跟我敬酒 要我喝 就是喝光 表示他在大家面前 對我跟我道歉 我覺得嗯 很好 那這樣我們以後可以 就和平相處了嘛 結果出去了之後 他就說 欸 田醫師你一個人回去 我說對啊 他說 洗溫泉 對 我當場傻眼什麼 他又再講一次 對啊 那邊往上面那邊去 那邊有不錯的溫泉 我常常去那邊洗 我們一起去 要不要一起去 以後來以後去 等一下不是要跟你同意接 你想太多了 對啊 很有可能啊 但是也很奇怪啊 對啊 你想太多了啦 我跟他說 我不太喜歡洗溫泉 你自己去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醫師好所在 求成就 各種手法全都來 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 現在這一代的醫師 真的是滿辛苦的 尤其他們在醫學中心 有時候你想想看 他不只要看診 他要做研究 他要當老師 所以他們常常是 一個人要身兼三職 可是有些比較嚴苛的醫院是說 我管你是不是大教授 如果你幾年之內 沒有給我交一個研究報告出去 你就準備走人 可是問題有一些很大的教授 我就一天看 都看白 都看白 一個診要看到晚上的那一種 他根本沒有時間 也不喜歡做研究 你就發現有些小醫生 他們就會想辦法 用這個當做他自己的踏底電 就是說呢 因為現在越來越難開診了 因為醫院會發現 我如果開越多門診 老實說也賺得不一定多 因為點值會稀釋 所以小醫生好不容易 身上組織之後 沒有門診可以看耶 不然就可以發配邊疆 那怎麼樣才能幫自己 爭到一個門診呢 就是要發給這些 不喜歡做研究的主任 所以之前有那種超級超級 會做人的小醫師 他怎麼樣呢 他明明就是自己做的研究 辛辛苦苦的 但他就 因為這樣的教授就有點數 一定有 這一次你那個年代超多的 連抄我的論文 每一篇都清楚寫的 好累啊 人也不太好的樣子 這個不贏 這樣一定就是人雙手奉上 所以才會有 像以前新聞的時候 有的把論文拿去抄了 對 就是抄論文 或是剛才說 甚至花錢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他們 現在有些醫院是 甚至有九年條款 十年條款 你十年沒有記到就 三六九 六年沒有生副教授 九年沒有生教授就 你就 早地出門 不過 蘇綺姐妳剛剛這樣講 我就知道妳的年紀有一點 因為妳講那個是大概 比較 五年 是不是啊 那個大概就是五年前 十年前 因為以前的教授 他不用教paper 他們只要年資到 他的職位就一直晉升 真的有時候 也在按照點數來算 是最近這十幾年前的事情 對 所以我就是年輕人啊 好這樣子喔 對啊 就只這幾年才需要這麼久 可是這幾年沒有這樣子 這幾年針對論文這一部分 掛名字是非常的要求 而且你還要給去證明說 這是你寫的 對 它講的是大概五年左右之內的 是要求到你證明說 請問你說明說 你為什麼這麼多人 每一個人有什麼貢獻寫出來 對 那有些連眼科 都還掛在婦產科的一起 我想說你眼科跟婦產科 你還要同結論文這樣 兩個有長得很像 這件事情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就是欠比較多 我可以證明 確實還在亂掛名沒有錯 在學術圈的 有人稱為叫學法嘛 就是說學霸 對 因為只要有他名字 就容易投啊 而且容易拿到 科技部的研究計畫 衛福部的研究計畫 那個經費就是幾千萬幾億啊 這講比較有趣的手段是 我認識一位醫美的醫師 他在高雄 台北都有開 他有一次前幾年 很流行那個騎馬舞的時候 他就把自己抽紙抽一抽 然後弄了六塊劑在這裡 有沒有 跟他裡面的護理師都長得非常標誌的 出來跳騎馬舞 也紅了一陣子 那時候他的台北診所 剛好開幕也沒多久 我覺得 效果不錯 可是呢 前幾年 不對 去年而已 去年而已 他什麼事你不知道 你自己自己解釋 他居然說這個自己打那個 把癌細胞打到血管裡 自然殺口細胞打到體內 然後讓他增強美育力 然後再打那個腫瘤的細胞株 血癌的細胞株打進去 然後這比說他果然還活著 你看到沒有 他今天要來知道嗎 所以他穿白的我就穿黑的 不過那個只是一個 個體的臨床研究 而且是經過跟有 跟鼠里沒有報備過 因為我們要 有報備嗎 有 那怎麼說要處罰你 因為他覺得你就自己做就好 幹嘛這麼多人來看你怎麼做 他覺得好像有宣傳 醫療宣傳效果 他就用這個手段 我們只要證明說 宣傳效果非常好 免疫上升 這個人就不會得病 可是這都是理論 沒有一個具體的事實 你除非做100年或50年追蹤 說他免疫力高的族群 會比免疫D的族群會比較好 唯一比較可以做的就是 把癌細胞打進來證明說 免疫力高 癌細胞真的對你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還有2 3分的可能危險性 那你怎麼敢把癌細胞打 因為他講的都被人講 沒有 我只是讓第一個要推廣說 什麼叫免疫細胞 讓大家守治醫學知識 第二個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有的時候 你當那一句話的證明 他是有單一個案研究 這叫Case Report 個案研究 所以他只是一個 跟民眾談知識的方法 那可能衛生他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醫療廣告之前 如果是的話應該是 我的血癌 再用免疫細胞治療叫醫療廣告 然後最後說有毒 有毒 曾鴻是最後一句話就是講 又毒 那我又 他最後一句話就是講 團結 奮鬥 救中 過 那我曾經遇到一位 那個我跟他不是同一家醫院 一開始他出了一個 就是醫療糾紛 那照道理大家聽到的時候想 這醫療糾紛 而且差一點 然後病人也已經揚言要告 然後也到院長室那邊 反正都講得已經 我們就已經在期待那個 不能講期待啦 我們已經不劃勒蛋說 看到那一篇打開的時候 就是他上新聞頭條 然後呢有醫療糾紛 結果不是 變成是 他做了一個手續研究報告 然後呢非常正面的形象 然後呢對著醫療界有多大多大的幫助 我們就納悶啊怎麼會這樣 哦原來就是他每次人家送給他的東西 他都是標榜 他不收任何人的東西 但是他就轉手這個護理師營養師藥劑師什麼的 然後記者然後每一層 多通通都安撫得好好的 因為他的院母power強能力夠 這是最重要的 過去對岸這個有個幫派 這個幫派就是他們都是這些姓 姓是比如說姓陳的姓李的姓廖的 他們掌握整個所謂內地所謂的私人醫院 可是你怎麼在他們私人醫院裡面 當某一個醫院的院長呢 通常是這樣 他們這個集團裡面有個總裁夫人 那總裁夫人你要先跟總裁夫人的表妹 去買他一幅畫 這幅畫呢可能是50萬人民幣 加起來就250萬台幣 這叫入文票 然後他會透過這個夫人 這個總裁夫人 去跟他這個總裁講說 可能要新開哪個醫院 誰誰是不錯的 然後這個總裁就特別說先安排一下 好那就請他參加嚴重的尾牙 那如果比較四項的 那聯眾委員就會拿出 比如說我就報告他們 他們有個叫做提貨券 就哪個提貨券 就是一個提貨券 就是1萬2萬人民幣的 這種去讓他去送我下面的 這個比如說這個總裁 他們其他員工 那這樣他在過完年之後 他就應該100%可以到某某 比如說福建哪家院當院長 像我以前在跑醫藥新聞的時候 我就去採訪一個醫師 那時候也是因為論文 他寫了一篇論文蠻特別的 然後我們想說 或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就去採訪他 結果在採訪 因為他的診間人比較多 就稍微等了一下病患 然後就發現 隔壁整個護士一直在喵我們 喵一喵喵一喵又沒事了 然後就看一下裡面的醫師 就看一下 大概這樣了解一下環境 然後接著這個醫師 就出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就是一個很愉快的訪問 可是後來我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叫採訪車來接我們 我們在外面等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 剛剛那個正在看診 另外一個診間的醫師 突然就出現在我面前 我們還上了樓 插了好幾層樓 在外面的等採訪車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跑過來說 你好這是我的名片 其實啊 剛剛那個醫師的那個論文啊 其實就是 很多樣本都是別人的 其實他的很多的抽樣 都是大家貢獻的 他說他沒有講到不好 他說如果你要個案的話 其實我這邊的個案 可以公佈你的報導 他就毛遂致見 然後我想是這樣 不過時間有點趕 再跟你約時間 改天再訪問 結果後來有幾次 他就會打來說 我跟你講我之前的醫師 就是這方面 他只是會有論文 大家其實自己的這個 臨床的那個經驗 其實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要的話 我這邊有什麼有什麼什麼 然後就 那時候我就覺得 有點小敏感 小尷尬 然後還有就是那種 功高正主的那種Case也很多 比方就是 像我們常常訪問的 一些醫師就是聰明 也不能說這樣是聰明 因為他知道電視媒體的需求 我們有時候訪問完之後 我們還有趕一趟去拍說 他剛剛講的這東西 我們要去想辦法生什麼東西 然後去拍什麼什麼的 要畫面 延伸了 對 那有些醫師就很聰明 又長得很討喜 然後很凌厲的樣子 所以他每次接受訪問就很快 很準的講到重點 同時 我的助理 你把你準備好到這了 等一下到我整間那邊 可以拍攝什麼 哇 就省了 省了很多事情對不對 就很貼心 那一個這個記者也會喜歡他 因為省事 對 而且他就是讓你覺得 他很專業 他就準備好 然後他又是一種 很體貼人心的醫師 就是說逢年過節 他就送一個小禮物 也不是這種很貴重的 就送一個小禮物 然後虛寒問暖打電話 然後我還注意到 甚至他上一些節目 連東吳社名字他都記得 他進去說 你上次說你爸爸怎麼樣 什麼的 就是人緣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種醫師 結果有一次去訪問他說 奇怪了 王醫師 假設王醫師 不要夾名字好了 王醫師為什麼之前 常常診薦人很多 今天怎麼人很少 他說 他就開始有點不高興 他說 他說因為我們的主任 有點不高興我電視上的多 然後他覺得說 你們診量那麼多 所以你要分一些出來 就要給其他人 這個真的也算是個案 就是有一個是專門一些 特殊科別的 手術科別的醫生 因為他常常會在上面 分享一些這個文章 裡頭其實最常會出現的就是 他多麼拚命的 因為他們是屬於 比較生死攸關的科別 他是如何拚命的去把這個病人 從鬼門關救回來 或者是別的醫生不願意開刀 但是他就是妙手回春的 把這個病人救回來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這樣 只要這個醫生他的一個 尤其現在很多人 會寫這個言論的論壇 你如果在論壇上 出現了你的名字的時候 通常媒體記者也會把這個醫生 抓過來做這個採訪 那抓過來的時候 醫生通常前面都掛個名 所以就會是某名醫 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久而久之 就經由這些所謂的 這個寫文章 或什麼 他就變成所謂的XX名醫 那其實在背後 我們其實就聽到一些耳語 就是說其實這個醫生 他從一開始出來 可能手術真的就是非常的一般 甚至是到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可是因為他這個 在文章上寫得瘋瘋 就寫得有聲有色之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病人 他會因此而仰慕過來看 我們也有一些醫生滿現實的 這我也是側聽到的消息 就是現在其實健康節目很多 那也有一些醫生本來就很有名 那某個健康節目 在他剛才出來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的有名 他就去找了一個很有名的知名的醫生 拜託他來上他們的節目 那上的時候都以毒 就是未毒未毀 當時我們有看或以毒不毀 那或者是說抱歉我沒有空 態度都淡淡的 直到這個節目變得非常非常的紅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在一年後 就未毒未毀 一年後就突然說 欸 妳好 不好意思喔 我在那邊前忘記看到您的訊息 請問您要幫我通告嗎 對 可是你知道那種工作人員 他們也是也一樣嘛 那感受性就非常的差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做人情話 有嗎 有嗎 像我有認識一個也是 醫生很喜歡POFB 也是會PO那些 聲援護理師啊 說護理師很辛苦啊 要加油什麼的 但那個醫生其實他私底下是 會對我護理師罵髒話那種 對 他還在那邊討拍聲援 然後按讚 然後很多粉絲 對啊 很早喔 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 排他也可以 所以他就因此成了那個醫師軟男 就很多粉絲 然後我有偷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是他的粉絲 就是他有 從粉絲裡面 就是找顏值高的 然後出去 然後吃個飯 然後做一些侵入性的治療 侵入性 漂亮 真的好高喔 真的好高喔 好 我們要看一下 前妹 出身的學姊告訴你 這叫醫療性行為 治療這個字 therapy這個字 therapist 治療師 你把它拆個叫the rapist 就是強暴犯 所以一線之隔 我要先想 高速我們還是正統的性行為 不是 正統的治療 治療性的行為 治療性的行為 不過剛剛講到 其實好像會有鬥爭 可是有時候是 不一定是壞的鬥爭 你知道醫界 太優秀的人才太多 尤其在同一個醫院裡面 可能是同一個等級 一起進來 幾十年前就有一個非常有名 兩個都是不孕政課超級優秀 然後兩個是同學 同一年 競爭到後來 結果一個是 那時候的不孕政超級大佬 另外一個就默默的鬥敗了 可是他出去以後 創了另外一篇天地 所以他那時候講了 離開清更寬 他如果當初沒出去 其實兩個還在那邊擠來擠去 留下來這個人也非常優秀 所以有時候競爭 競爭於合身量 這有時候是很難講 那我們近一點的 離我這個年代不會太遠 有兩個學長 哇這也是超級優秀 我們那時候賭這兩個一定很 以後的主任都是他們這兩個在搶 那時候台大博士班比較特別 以前最厲害的三年就可以拿到 就在那一年規定 四年以後才能拿到 於是A跟B 那B一聽到 四年才能拿 其他三年分數都夠 早就可以畢業 那竟然四年來拿 他分數弄好了 接下來打高爾夫球 反正明年只要送見 他第四年就可以升 就可以拿到博士班了 那但是就 奇怪沒什麼動作 他就想說知己知彼 因為這兩個一直在競爭當中 沒什麼事也沒幹嘛 他就開始過自己的日子 就到截止那一天 就發現 A送見 因為用一個特殊管道 因為他的老師 知道很多小的一些行政秘訣 於是幫他送見 A三年拿到臨床博士 隔兩天 他老師早就安排好了 他已經拿到獎學金 去John Hopkins去念後面的Postar 多年了 那B這個老師其實比較善良 他其實行政制約很多 可是他沒有想到 可以做這樣的安排 當然這個故事不是告訴我們 後來兩個都非常有成就 我老實講兩個都非常有成就 當然B一直很生氣 因為他這樣子在你知道 超級優秀的人 他會比誰早一年拿到博士 跟後面的career 新聞寫裡面大家都知道 叫狗咬人不是新聞 人咬狗才是新聞 所以就是因為大家對醫生的期待高 又覺得充滿想像空間神秘 就像我們對空姐的想像 對很多導播或者導演 跟女演員的什麼關係都想像 但實際上我想在醫療這個行業 也不會說這些事情特別的多 因為多數都是為人正直 道德高尚的人比較多 所以希望不要有什麼壞事 對 我們有時候要做節目 也改變一種形態給大家看看 其實各行各業都會有這種事情 真的 只是輕鬆笑一笑就好 我覺得不管怎麼去爭 覺得你自己醫師要進步 對 這才是民眾的福祉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來介紹我們優秀的好辣醫師團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也要風景一點啦 有七位美麗的好辣護理師 要一起來控訴護理師的不平等待遇 究竟醫護之間 會有哪些激烈的火花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今天不是醫師好辣 回想十幾年之間 非常難女有年輕女 今天為什麼這麼大陣仗 醫師對上我們的護理師呢 因為什麼 護理師也是我們最前線的醫護師 通常一個護理師 要面對十幾個病人 尤其現在是護理師慌對不對 對 除了照顧十幾個病患之外 還要面對醫師 也常常不被病患所尊重 還要 來 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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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到底要吐哪些苦水 來 我們看看第一個 今天這一集是為你們做的 護理師發怒了 忙工作外還要應付你們的騷擾 他們會對你們騷擾 對 還有 像我遇到的 是不是像前面這些醫師 都那麼崩渡翩翩 我就真的 我就真的 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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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我真的遇過有人在 就是真的騷擾過我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我一定要講出來 因為這是我這輩子遇過 最噁心的一件事情 對 我們在查訪的時候 其實都很多人 像前面就病人嘛 那我們後面就站了一大堆 包括呼吸治療師 藥師 營養師等等 醫護人大概十幾個人 那我那時候遇到的那一件事 就是我左手邊站了一個組織醫師 然後呢 我右手邊站了一大堆護理員 包括後面都是醫護人員 那我那時候在跟 做報告病情的時候 我就這樣講講 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 我耳朵這邊 吹來一陣冷風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有冷風 然後那時候想說 應該是冷氣太大 我就往上看了一下 沒有冷氣孔 然後後來沒多久之後 又飄了第二次 冷風 然後我心裡想說 加護病房是靈異事件嗎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就開始緊張了 那時候我在報告病情 就開始越來越緊張 然後結果 又第三次飄來是冷風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子 好噁心喔 對 就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就寫 加護病房 對 加護病房 然後我就斜眼馬上看我後面 到底是什麼東西飄過來 後來是那個住院醫師 在我後面吹風 然後我就當場嚇了一跳 我就說 王醫師 你幹嘛在我後面吹風 然後當下十幾個人就 嚇到了 然後就大概 靜了十秒鐘 又很尷尬 然後後來主持醫師就說 王醫師你幹嘛給人家騷擾 然後就後來講當時的尷尬這樣子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嗎 妳剛剛當護理師 對 那時候是護理師的時候 就是 瓜哥醫師現在不會很快 你向你吹一下 不是啊 我是要問這件事 多少年前發生的 大概十年前吧 對嘛 那個醫師也很年輕對不對 對 以前年輕一些 現在是一個 還是那個醫師太緊張了 你也不厚道啊 你幹嘛這麼多人面前 把他講給我 你適合再跟他講就好了 不過我支持他 遇到騷擾他馬上講 對 因為你當下是嚇到的 你也沒有想到 我會 我的自然反應 會直接講出來啊 對 因為你當時 怎麼會有 對不對 那醫師剛好 肚子斷 那他也臉紅了對不對 他當下是真的嚇到 他自己也嚇到 但是從那一次之後啊 他再也沒有跟我講過 任何一句話 如果這 你喜歡的你就是追求 不喜歡就騷擾嘛 對 是啊 那我也見過一些 護理師追求醫師的 我看過一個案例 滿有趣的 當時他這個護理師 他已經訂婚了 也跟男朋友先去 預先度蜜月了 那準備要去拍婚紗了 結果呢 有一個護衛醫師很內向的 小鮮肉型的 就是說他可能弄不清楚 這個護理師其實已經 明華有主了 對 他居然去對他示好 你知道嗎 結果他這個護理師就覺得 這位不錯啊 就開始追求這個意思 你知道我們都大家認出了 怎麼會變這樣子 沒多久 他就知道懷孕了 那這個注意事 也相信是他的小孩 就結婚了 現在還不錯啊 看起來還不錯啊 只是說 我 我 你講這個意思 只有小孩子不像他而已 因為其他看起來都還不錯 教授你要講到重點喔 現在可以做親子見諜 教授你看到的是 只是一個訂婚 我曾經看到已經結婚了 那是死慧活標嘛 不是 他已經結婚了 覺得這個更好 就用很多理由 很快跟對方分手 然後就跟新的主治醫師就結婚了 我時候也是護理師 但是我某個程度支持啦 因為其實他 你看人總會就要真愛嘛 就是第一次買東西買不好 我們可以總是有退貨14天 見場期再換第二批 也是值得 而且他現在跟第二隊也很好啊 扮演好夫妻的角色就可以了啦 所以想真愛 但是不要同時兩 同時兩級 我們真的要做這一集嗎 不是很和諧 我會呈現說 男醫師騷擾有的相當嚴重 像我看到有一個案例 就是在南部的 已經兩個醫院都發生性騷擾 後來待不下去 就跑到現在在北部啦 在北部沒多久呢 又是騷擾 結果 我說為什麼這麼嚴重 他說因為他 那這個不用講 這沒有爭議啊 太離譜啦 這個位置太明顯了 他去告到院長室 院長居然說 這個應該是開玩笑嘛 這個大家和他和諧嘛 他火大就直接告到懷疑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 我那時候還在病房上班的時候 然後因為病房就是 那邊都會有實習醫師 然後實習醫師 每次他們聚在一群 那邊竊竊的自己說 那個哪一樓的 那個有個護理師很正 對 然後 就把醫院當酒店的概念這樣子 酒店 對 然後有一年 我就被某一個 實習醫師瘋狂的追求 然後就是他會看你 今天上什麼班 他就會幫你送餐來 有時候就是會送你小禮物 戒指 香煉 香水這樣子 可是 就是都會一一被我拒絕這樣 這樣聽起來還蠻正常的追求 這個 對啊 可是不好意思收他東西啊 不是 錢大 還只是只是一隻 對 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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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實話 就說實話 你現在這個還不夠格 沒有 買個雞優谷啊 長幾口吃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的情人節 那天我剛好放假 跟我的男朋友去過節了 然後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後來就是學妹打給我 我說學姐你知道嗎 那個誰誰誰 他說一大樹九十九朵玫瑰花 到病房來給你 然後我說喔 是喔 因為我對他沒興趣 我就說 好啊 不然你們拿去拍照好了 然後因為他們 實習一次就是會輪 每個醫院會輪 可是他輪到別的醫院 還是不停的騷擾我這樣子 然後有約我出去 然後到最後他還 就是下班 他還在醫院門口等我 可是他怎麼會有你的電話 他沒有我的電話 他就是打到單位 可是他這一行為 感覺上都追求而已嘛 沒有接受 對 就是追求 可是 他有對你做出一些傷害的舉動嗎 沒有 而且他用他扮演的心繩 怎麼這麼像馬桶 你這心繩沒有撥給你 其實他滿可憐的 我就覺得很困擾 後來我就是跟總醫師 後來我就跟總醫師報告 因為他們總醫師是要打分數的 對 然後才結束這一段 所以後來你被總醫生告一題 對 真的 你現在是語言上騷擾好了 要也是跟總醫師 不過我這裡也要幫他們說說話 我覺得真的 如果是正常追求 那我們先看他長得帥不帥 然後如果不是正常追求 已經對你們做出一些行為之外 真的要大聲地控訴出來 我們就有一個學長 不喜歡就要講 對 沒錯 我們就有一個學長 其實 就為什麼手要一直比姜 對 對 你知道嗎 對 這樣做得很紅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比出去 就有一個學長 他其實要拿東西 要遞器械或什麼 他就是 或是要討論病情 或是要叫部理師 去做一些處置的時候 其實就會自然 他自有自然的勾結納或摟藥 那其實這已經 會讓大家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其實他們有的就是習慣性 可是就是 大家因為 對 大家就又礙於他是主治醫師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說出來 因為 等我到聽到的時候 講到生臟真的都太遲了 因為他太太已經先生臟正義了 後來我就會發現 他每天下半都在 躲下辦公室等他下班這樣 其實 我們其實 雖然我們這邊都是男醫師居多 可是還是有generation的差異 像我跟鄭醫師屬於正人君子 你要到他有正 他有正 我有講 叫正雙人組 對 然後我追隨他們的步伐這樣 對 我們正人雙人組其實比較道德高尚 可是 我跟他非常體諒那個民房 那種騷擾是不舒服的 像 既然這樣我就分享一下 我年輕時我曾經也有過被燒到過年 沒有 信眾已經20年了 我信眾鼓起勇氣講出來 其實在20年前 我們那時候也是實習醫師 實習醫師 然後到 到某佛教醫院外放的時候 佛教醫院 那時候外放又到花蓮 這麼明顯 然後因為只能住在那裡 所以晚上真的那個書記跟護理 就邀我們去打保輪球 所以那邊 據說是實習醫師都要去的 結果我去呢 就打完 我那時候練一下 所以Strike 這個書記就過來捏我一下屁股 打得不錯喔 彈性很好 我心裡其實那時候有點增長 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做騷擾 雖然有點驕傲 的確是彈性還不錯 但是那個其實是會有點心理壓力 後來回來問了一下 原來這一位書記 對每一位只要彈性還不錯了 他都給你這樣的鼓勵 但是這種壓力 我覺得各個地方都是會出現的 那像我自己在看 其實壓力越大的科比較容易 不論是現在 現在這個族群不太一樣 他們下班以後約去唱歌或什麼 有更多的互動 像急診科 外科系 膠病房 其實是比較容易有的 但是我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剛剛急診還好 急診還好 這個我給 剛剛志偉講的 其實現在你們都重視 顏值跟胸肌大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 像我們這種值得品嘗跟耐耐品 其實耐耐品味的 其實更值得你們投資 也經濟又非常OK 今天又不是在控訴 好像慢慢的 越遠人還在把我妹的感覺 跟各位講哪裡 對啊 剛剛大學畢業去工作 然後學校的學長他們 因為他們是七年 我們四年 所以去工作的時候 他們剛好是實習醫師 到你們的醫院去實習 那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男朋友 然後也是那時候住院醫師 那就是某一天 因為我可能比較嚴肅比較兇吧 反正就某一天 他們那一批的其中一個人 就跟我說 欸你 就是那個學長我認識 他就說 我說誰啊 我跟誰泡溫泉 他就說 那個某某某說 你跟他去泡溫泉 我那時候就整個很 我非常很大 然後我就跟他說 現在是三四月泡溫泉 而且叫他講出來是幾月幾號 就是在那邊亂講話 而且重點就是 沒有 就是我覺得可以不用看顏值 但是他就也不是我的菜 他長得就是比跟 就是 拉阿 拉阿一樣 拉阿 拉阿 就是誰 他想講 可是他絕對傷害到別人 拉阿比較帥 拉阿比較帥 然後就覺得就是不是我的菜就算 然後他也沒有就是沒有內在沒有外在 還在那邊亂喘 後來 因為我那時候男朋友 也不太想理我去跟他講這種東西 我就直接跟總醫師說 對 因為就是總醫師會幫他們 又是總醫師 對 應該是總醫師 我現在走的是很麻煩 對 你現在不是只要排刀 跟手訓練比較好 你如果是跟護理長就講就可以嗎 因為護理長不會打他們的分數 沒有 護理部跟醫療部是分台的 360度 而且早期的醫院 比較不會去處理這樣的一件事情 都希望說這種事情需要 習性凝人 對 像我們有些會 跟我們一起開刀的人 常常中午我們是沒飯吃的 像我每次開刀 開到中午的時候 我都繼續一直開 可是我的住院醫師就是 可能長得比較帥 又單身 常常他十一點都開始 就會有電話一直打進來 或十一點都就會有電話一直打進來 問他說 比如說某個病房 外面有三個病房 一個病房打電話說 什麼什麼醫師 你中午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飯 要不要訂我們家的便當 打完一個又下一個 他就說好好的訂一訂 接下來一個又打來 還跟他講說你要不訂我們家的便當 那個住院醫師就跟他講說 好 我已經跟 比如說我已經跟十A先訂了 他還說 真是的 你都不跟我們吃飯 十A在想起是比我們好嗎 為什麼你要跟他們吃飯 不跟我們吃飯 我就想說哇塞 我在那邊開 我從早開的時候 我沒問我還要不要吃 對 要五個才外送 沒有沒有 他不是 就是他那個 那個住院醫師他其實很紅 他去到哪裡到處都 比如說他在家務病房指班 也是人家一直問他 要不要來跟我們吃飯 他明明在家務房指班 外面病房還call他出去 要不要跟他們一起吃飯 沒有 因為你都不請客 沒有啦 他也沒請客 所以 其實你們也是很會挑人的啦 而且沒有啦 對 你說 對 你真是抱怨 真是抱怨 很重要 對啊 像我的時候 我從到主治醫師 我去查房的時候 通常是左邊是住院醫師 右邊是照顧的護理師嘛 理論上 那個住院醫師在那邊 幫我報一些Data 然後我有一些東西 我就會問一下右邊的護理師 結果那時候我去查房 我去查查查查 我就問他 看他的病人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就想問問護理師說 那他昨天吃飯吃了怎麼樣 因為你們的護理師是 在旁邊照顧的 你們比較容易知道嘛 結果一回頭 護理師不在 我想說奇怪 剛剛不是有跟進來嗎 他在旁邊跟我有那個 在旁邊聊天他好高興 根本沒人在理我 我在查房 我們兩個在旁邊一直聊 所以我才說 你們真的也是很會看人的啦 而且 有時候你們受到一些 合理啊 對 是合理的 我同意啊 所以我也沒有怎樣 我也沒有報復那個住院醫師 我也不會怎樣 沒有 你要謝謝他們 這樣你能專心開刀 對啦 也是沒錯啦 而且其實你們護理師 有時候遇到一些騷操的時候 也是我們住院醫師在幫忙 像有時候你們像 幫那些男病人 有些其實他就真的比較 對你們比較不禮貌 或者是像男病人擦尿管 他如果半夜跟你說 他尿管會痛 你們還是得去幫他看 看有什麼問題 可是之前就有個男病人 就很過分 他就是故意 他那個晚上叫了護理師 叫了四次 每次護理師去幫他 他就說很痛很不舒服 護理師過去 總是要看一下嘛對不對 看一下那個有沒有接好 有沒有拉到 就這樣子 好幾次 就擺明在鬧嘛 所以第三次的時候 那個護理師就直接 就call R說 因為他又拉臉 你又不能不去 他就直接叫那個 已經半夜了 那個R也是起來 陪他就走過去 就變成R走過去 所以就來說 其實當你們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還是會 會去幫忙 而且你剛才說那種 醫師去騷擾護士 其實在 不能說我想 保安哥那一輩不好 就我聽到的都是 比較老一輩的醫師 你知道嗎 因為 這是什麼意思 年輕一輩的 現在他們的那個 不是說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是因為現在年輕人一輩 只要一發生 那種事情馬上就爆開來了 對 因為現在大家小姐都很悍 你知道嗎 根本就不可能給你這樣做 那老一輩的 他們可能比較有忍耐力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會有一些 或是為了一些和諧 而且以前的醫生地位比較高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好像一開始就是 不是 現在因為資訊很發達 手機很方便 對啊 他隨便上網告一下 你隨便去哪邊告一下 你就完蛋了 我們就有一個很資深的組織醫師 他其實是本來在一個院區 已經就是 曾經外遇過 所以被他老婆抓到一個 很偏遠的地方去 他老婆就硬逼著他 從那個醫院離職 硬調去另外一個單位 後來就傳出來 他其實 其實我們都有看過 他就是 在開道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小姐站他旁邊 他就用屁股去頂他 反正他會挑啦 都挑那幾個比較資深的 資深的護士 他年輕的他也不敢去破 那些資深的護士好像 忍受力也比較強 你知道嗎 這樣你不要太過分有沒有 好像也都不會 這樣會怎麼樣 保安哥大概就 沒有 因為像剛才我們 你瘦很少 你沒辦法扭 我還 不是 像剛才保安哥 那年輕人好嗎 不是 剛才保安哥那時候 我們要開始的時候 保安哥就跑去過去跟他們聊天 我說你幹嘛 他說他要先 因為等一下要跟他們打戰 不是 他要先了解地形 我說地形是身材的意思嗎 像你聊內套 你聊天頭 好嗎 我們總是要了解 他們可能面臨的科別不太一樣 像每個科 他的壓力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剛剛要了解一下各科 那你為什麼 只有去問許來幫 沒有問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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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就是 也有被醫師騷擾過 對 曾經在我身材很曼妙的時候 對 但不只醫師 但我也有被病人騷擾 可是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人帥就是搭訕 人醜就是細招勞 對 可是身為這種品德高尚的護理師 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良好那個 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 但還記得我在一個 就是年輕護理師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病人也是 就是一直在找我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病人 一定怪怪的 一定想要對我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聽到遠處的人說 小姐 小姐 然後我想說誰 為什麼要叫小姐 我們叫護理師 因為很多病患 都喜歡叫我們小姐 小姐 然後她不只叫我們小姐 她也幫我們每一個護理師取外號 然後比如說 為什麼 小雪 然後她就從遠處說 我說空台 妳是在酒店是不是還空台 然後我就走過去很生氣 很嚴厲跟她說 我叫某某某 請妳尊重我們 然後我們有名字這樣子 然後她就 也不以為意 然後就是 也是在那邊嘻嘻哈哈就對了 然後過幾天 然後她又看到我 然後她就說 護士小姐過來一下 妳的腳是不是很痠 然後我想說 妳會關心我囉 會關心護理師囉 然後我就跟她說 對 她很痠啊 妳幹嘛這樣問 她說 還滿有梗耶 這個腿啊 對 我當場就是 也是跟她就是傻眼 還不是玩得不透明一下 那現在很多年輕醫師 都會有健身啊什麼的習慣 那也是有學長胸肌練的爆搭的 那很多護理師他可能 其實他們都要念比較 念研究所啊什麼才會上去嘛 那所以很多督導啊主任啊 其實常常都是 就是資深未婚的 生活也很空虛就對了 對 資深未婚這樣子 那所以有時候酒又喝了幾杯以後 也是會對著那個 年輕醫師胸肌很大的 一直抓一直抓的 然後我還有遇過一個之前的醫師 他是會就是 因為當下就只有我們兩個 那空間下就只有我們兩個 因為晚上上班嘛 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那邊 然後他就是假借說 要看病 要看病的 然後就 摸你肩膀 然後摸你大腿這樣 可是我那個時候 是第一次看到那個醫師 我有點嚇到 可是我也不會 因為就只有我們兩個 我也不敢說什麼 只有好隔天 就是再去跟他們的 專科護理師 就是講說 醫生好像會這樣 後來他就不敢了 醫生會 然後 病患的家屬也會 就像我一個學姊 他就是我們要幫小朋友換點滴 他就轉身過去 要換點滴的時候 那個 就是這樣 就感覺到摸 你說病患嗎 爸爸 病患的爸爸 就因為我們是兒科 然後爸爸就從他的屁股那邊摸下去 然後我們那個學姊就叫一聲 他就嚇到跑出病房 然後那個 就是後來我們就 就因為有算是有點騷擾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問爸爸 怎麼會這樣子 他就說因為 他跟 他把我學姊誤認成是他老婆 可是他老婆其實是這樣 我就會其實這樣 那個點滴 就是大概是瞎 但基本上就很不可能 就是看錯這樣 我們去支援那顆病房 那量血壓的時候 也有就是病患會 就是我們要幫他抬起手 幫他量血壓 把他的壓買帶 他就會 胸部 然後就會說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下一次遇到比較漂亮的 那個護理人員去兩手 他還是會這樣 可是你們知道怎麼處理啊 可是我們處理的方式 就是醫生就是會跟 就是會請他的主治醫師 跟那個病患就是勸接說 我們這是護理人員專業啊 不要這樣子做這樣子 他就會比較收斂一點 像我們之前 我們醫院也是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在急診 其實床跟床都會靠得非常的近 對 所以有時候 你去幫病人換點滴的時候 一定會沿著床源中間擠進去 我們就遇過 護理師進去調點滴 然後他就 那護理師不知道嗎 調完之後就退出來 屁股就會被他摸 真的 而且 有的很過分 是摸完之後 還用言語騷擾他 這種一定要處理 像我們現在醫療法 其實都已經有 越來越完善了 像 那個也是他包出去之後 大家也是想要息事寧人 那後來 他有來跟我求救 對 雖然我們那時候沒有在現場 可是 因為有一些網路的力量 所以我把這件事情 就是讓社會大眾知道 如果你們有在被性騷擾 你就大聲地把他爆出來 我相信沒有個單位敢壓你 沒錯 現在你只要敢講 沒有人敢刻意去壓你 其實這個跟醫療法 不見得有直接關係 實際上我們國家 就有性騷擾防治法 對啊 所有人民眾都一體適用 這跟醫療沒有直接關係 因為真的護理師越來越少了 真的 你再這樣下去 根本沒有人要當護理師 而且最重要的是語言暴力 很多他不見得會對你動手動腳 可是有時候給他們一些語言壓力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我在那棵病房 那有些老人家他們的 例如打肋骨唇 他們的血管其實非常非常細 很難找 那加上那個阿姨她又是酒鬼 那就是已經住院很多次了 那時候我來幫她打針 打第一次沒有這樣之後 她就開始嘴巴在那邊碎碎唸唸唸唸唸唸 就唸說 阿姨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怎麼 怎麼拿我們當白老鼠什麼什麼的 然後講到後來我就跟她說 阿姨 如果你有女兒這樣 被人家這樣說的時候 你心裡什麼感受 像我是很客氣 我常常打完針之後去喝水 大概六七個地方會流血 這樣 你直接打太多水油管 水 不好找啊 血管 但是我們就換地方差 年紀大了 血管越來越難找了 像我聽到那個案例 她就是 她其實也是一個蠻資深的 對 都老一罪 就是蠻資深的外科醫師這樣子 那她在開刀法裡面的時候 也是一樣啊 就是 因為開刀法裡面那個患者 都不行人式的嘛 所以其實 醫生護士在做什麼 其實也沒有人會知道這樣 然後這個男醫師 她就會 譬如說那個開刀法的護理師 在寫紀錄 她就會過去說 欸 你在幹嘛 然後就要看她寫紀錄 然後會整個 就是快要趴在她身上的 然後她也是那種 在上刀的時候 就是會 譬如說那個 刷手就是遞器械給她 然後她也不好好 然後她就會假裝 這樣回到她的胸部這樣 然後護理師一開始就會 我覺得護理師有時候 雖然說你現在鼓勵要大聲說出來 可是有時候你第一次 還是前面幾次碰到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點害怕這樣子 然後所以她就是 她就不敢講嘛 然後到最後一次她就說 欸 醫生你這樣子都 你這樣一直回到我胸部 都已經就是超過那個吳俊軀了 這樣 那個患者也不太好 然後她才比較熟練一點 但是啊 就是她 她除了這種動作上面之外 還有一些語言上面 就是她就會虧嘛 就是虧一下虧一下這樣子 然後拍到的時候 有時候也很無聊 這個佳醫師應該知道 她就會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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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生氣的 我猜到這種麻 佳醫師 他很麻啊 他要關心旁邊的人 有沒有幫他訂便當 不過暫時要注意吳助詞 跟隨便分一個就好了 有時候就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有些刀是比較小 就比較routine的 所以外科醫師有時候就會 嘴巴無聊就講著講著這樣 然後護理師就有時候 護理師就懷孕了 然後這個男生就問他說 說你覺得他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然後這個護理師就說是女生 他就說 你怎麼每一拍都生女生 這麼沒有用 我就跟你說你要找我啊 就是你來就是 然後就是反正就講到非常好 你找我你就包準女生男生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個護理師真的受不了 他有去投訴 然後這個男醫生 你說他有收斂嗎 好像因為他真的很資深了 所以真的也是 就是好像還沒有人可以拿他 怎麼講 他就換人獎而已 對不對 因為你會抗議要換人獎 對 聽說開刀房還滿喜歡講 有顏色的一些笑話 其實有時候是為了提損 不是 很當資深護理師也很愛講 對 愛講 然後拜託 有時候講到我剛剛 祝賢醫師都面紅耳赤的 想當初我的啟蒙黃色笑話 也是護理師教我們 所以生了一個 平革到上的護理師 我還是要先講一下 其實我有時候會跟年輕醫師講 因為現在不要說女性 彼此之間的性別醫師有越來越高 以前我們是隨便開玩笑講一點 我們覺得無傷大牙黃色笑話 你有時候到觀其眼 看他臉色如果變 然後趕快收回來 像你剛剛講那個 如果我們婦產科講 我覺得好一點點 你就來找我做某一點治療 但是因為他講得太直接 其實這到很小一起 我有一次跟診的時候是 媽媽帶著兒子來看診 然後兒子 媽媽在跟醫生講話 然後兒子那時候就是 我就好像發現他拿手機 然後一直在桌子下面 好像一直在對著我的腳 好像要拍 就是喬一個姿勢 然後拍照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嚇到了 我就趕快站起來 然後他才把手機拿回來 你看這個是不是就是 真的被誤化的這個角色 因為現在太多劇情片 把他們當主題 人家都有一些遐想 什麼劇情 然後可以解釋一下 比如說伊隆 伊隆 我講的就是這個 白色其實 對 裡面很多護理人員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是遇到就是 醫生很常見 就是會撞一下 然後不然就是 樓腰啊 搭肩啊 就很常見 可是 尤其都是資深的醫師 對 對 不是很實在 我先請教 你們那定義的資深醫師 超過幾回以上 可是我必須說 比我老的那個他吧 我必須說每個醫院其實 就是每個地方不論是醫院哪裡 都一定 譬如說一個班截 會有一個澀澀的男生 那醫院南面會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澀澀的醫師 所以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你能閃就閃 你能躲就躲 我自己人生第一次在醫院被騷擾 就是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就是暗紅嶺嘛 我那時候在 好像那一科還是長期 然後就有一個 就都沒有人去喔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也沒事我就去一下 然後去的時候就是一個 阿伯 阿公這樣 然後那個阿伯就是 他也沒說話 我說怎麼了 然後他沒有說話 然後我就 他的手就過來了 我想說欸 他想要就是互動一下 我就是 就是讓他這樣接著 然後他之後就 然後那時候就逃出去 然後趕快跟我的老師說 老師我剛剛被病人摸了 然後老師就說 你就不要再去那邊 我現在做研究在跟診 是跟泌尿科 然後就有病患要來 那有一個是性功能的 障礙的 的問卷 那他就會問 裡面就會問說 他的功能怎麼樣 那他裡面就會提到說 我就說你可以放進去嗎 他說可以啊 我說那就是可以 他說喔 好 就沒有障礙 就是他有個分數 對 他有個分數 其實那是親自來看這個 還可以吧 沒意思 然後他就會一直 他會問說 那你的男朋友 有軟中代印嗎 我說我們先把這個填完 你把這個填完就好了 就 我覺得其實是有時候 態度上的問題 對 我想男方的意思 應該是說 如果你的態度是正經的 那對方也不敢 太得 就很矜持 那有時候可能女生的態度就是 又好像這樣子 如果他自己 如果他笑起來 我們就比較不得了 他們也有蜘蛛嗎 很害怕 比較正經一點 像有一個小鮮肉 就來急診 可是他其實已經結婚了 然後急診之後很多護士就會 他們就會常常虧來虧去這樣 有一些護士就會回應 也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可是護士 可能也有男朋友女朋友 後來又就聽說 他們出去了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就是有個病人推進來 要急救 要插管這樣 那我也跟著進去 結果那男生就要表現 然後他就說 他就叫一個很漂亮的護士 把手放在那個病人的 那個脖子上面 然後那男生就準備要插管 他就說 你摸好 你可以感覺我進去囉 然後呢 我頂到了 你有感覺 我有頂到你 你有感覺了嗎 而且那邊 病人是昏倒的嗎 對 是昏倒的 插管了 但是動作還是很快 回應還是很快 專業上還是沒有問題 然後那個小護士就說 有 好硬喔 你好棒喔 他們臉上的表情如何 很認真講話嗎 就是他們就是 就是你可以感覺他們 這是一種 在鬧 開玩笑吧 開玩笑 有很多資深 不 因為我為什麼要講 你這個互動要很小心 以前我們那個傅將軍在開刀 其實這兩個完全就是 學長學弟沒有任何的 但他們講就是說 某某一師 A是男 B是女 A跟男 B是女 是說你夾我下面那一根 你知道嗎 你太軟了這樣夾不起來 那你要硬一點點 用你夾起來 又又又夾到了 頂到了 其實都是這樣講 但是這個其實是因為 在手術當中的應對 所以我剛剛在聽 其實我聽起來還滿正常的 不能聽廣播啦 對 要看到食物啦 但是他們 可是你可以知道 他們是很曖昧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病人很穩的 所以我就離開了 那還有就是在交班的時候 那男師有時候就是 我跟他很認真的在交班 他手就插在後面 他護士經過 然後他就去摳摳那個護士 那有護士就趕快推開來 可是也有護士就 然後就 靦腆的笑了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是一個 怨打怨哀的基礎 剛剛妳們講的嘛 人帥是搭訕 搭訕 人醜就是心燒 好 接下來我們探討的 第二個部分 工作沒尊嚴 大家都不尊重我們 我就是碰到有醫師 因為我們護理師 最好像半夜靠醫師起床 處理一些病例這樣子 然後尤其是碰到像江醫師 幹嘛 他如果不笑的話 他臉就非常臭 對 或者是有起床氣的醫師 就是有一次我們也是 交病房很忙 然後我們已經摳那醫師 已經摳了十次了 然後第十一次 然後我們就 就拜託學姊去摳他 因為學妹摳都會手 按那個號碼都會發抖 因為太緊張 因為那醫師太兇了 然後就學姊就打過去說 請醫師來 就那醫師來的時候 已經就是握拳 就是走過去 然後直接就跟我那學姊講說 那學姊就長得有點瘋了 然後學姊當下聽到 因為已經夠忙了 他就非常委屈 就直接 淚灑病房 就想說已經夠忙 你還罵我胖子 然後他就一直哭 就那個醫師還不以為意 然後直接跟他講說 然後結果我學姊就是更委屈 然後馬上就是 就 寫院長信箱 就投訴他 然後請我們護理長處理這樣子 就 他跟僵屍 寶恩哥回應 準備 寶恩哥 不會這樣講人家 這樣就習慣 對 招杀就不會了 沒有 其實胖子有很多好處 我們在節目分享很多 會有一顆比較厚一點的玻璃心 帥不破 那你講到這個 沒有尊嚴 你們覺得 你們護理人員沒尊嚴 我們醫生也會覺得我們沒尊嚴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R1的時候 第一年畢業 那時候大業 然後就跟那個護理師在聊天 那大戶 大戶畢業 他就跟我講 其實你們醫生也沒什麼了不起 心裡想說 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那時候 R1的時候被操得很兇 其實一直很受挫 真的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他就說 你看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台大 我是公務人員 其實湊一湊還有五萬多 那他就說你看 我們大副畢業 然後大小業指一指 結果拿到六萬多 比你薪水還多 他一講薪水 我突然又有點 淚流兩面 這個你還 萬一還要結婚養家 那時候真的很慘 可是不是永遠的 你是暫時 瓜哥講究的人 很神經驗 但是他講了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他說你沒什麼了不起 另外一個 我們那時候比較年輕 很多東西還在學 他就覺得 你看我們什麼都會 你們還反而都不會 但是你不要忘記 第一個 R1會變R2 R2會變R3 我們會變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會變 比較品德高尚的優良主治醫師 好不好 資深主治醫師 其實我們是會成長的 但是護理人員 我一直覺得 護理人員更值得尊敬的是 不論他是從N1到N3 除非他做主管 其實他做的事情是 一樣的 所以我很久以前 就非常尊敬護理人員 因為其實願意在一線 服務的資深 而且他又願意把他的經驗 提供出來教我們 其實我那時候 年輕醫生的時候 對一些曾經教過我 一輩子都是非常尊敬他們 我覺得保安哥講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剛才林婷說 我們去態度很差 其實我們很多那種 心境的住院醫師 他常常來跟我們來抱怨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會當一些 心境住院醫師的導師 他們常常也在抱怨護理師 因為他們都覺得 他們R1去亂病 特別是晚上值班的時候 都超沒尊嚴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到底是你們是醫生還是 我們是醫生 因為很多你們的學姊 他們非常地資深 事實上我們也同意 他比這個住院醫師更了解病人 更知道要怎麼處理 因為他們可能剛進來 他們其實不大會 可是你們在這個地方 可能已經待了十幾二十年 對這個病房會出什麼事 以前那些組織醫師 看到這些事情是怎麼處理的 你們都其實都很清楚 看到他的order跟你們組織醫師 可是你平常看到不一樣 你馬上就質疑他了 所以有很多的住院醫師 他去他都回來 就是抱怨說 我都不知道我是醫生 還是他們是醫生 去的時候是他 他其實病人已經有 有六七床都有抱怨了 護士都已經處理完了 叫我去蓋章而已 他覺得他們只是蓋章機器而已 重點是我蓋章我要負責 萬一你搞錯了 我還是要幫你蓋章 我不是很背嗎 對啊 就是根本就沒有 或者是病人有個狀況 那個住院醫師他覺得要這樣處理 結果跟護理師 護士講的不一樣 他還被護士唸 你確定你要這樣處理 你這樣處理是對的嗎 對啊 還會這樣凶他一頓 結果還是找到自己的座 也很像軍方的老師官長 就會欺負菜鳥軍官嗎 菜鳥軍官 意思意思是有點一樣 當然我想那當然還是少數 因為有一些他們還是 站在教學的立場 他會說如果你不是很確定的話 你最好是問一下你學長 會這樣子 這樣子就比較好 可是有的一些比較資深的 可能大業大家火氣都大法 都直接就直接開罵了 你這個年齡都不會 其實我們肌診座位醫師 其實也是得來不易 對 那個比較女的知情 就是你新的醫師 護理人員跟你同樣是女生 會這樣欺負嗎 對啊 也會 講得好小聲喔 講得好小聲喔 男醫師反而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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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然通常你們都怎麼處理 那他就會好好跟你講 男醫師你各個機器的 男醫師反而好 對 男醫師反而好 像有時候 譬如說我跟這個男醫師同一組 這個男醫師剛好是 這個病房的某幾個小姐喜歡的 我半夜會被狂摳 而且摳了 譬如說只是紗布的那個繃帶掉了 那個貼紙掉了而已 這樣子而已 他就摳我來 然後我就說只是要 我為什麼要來 你可不可以幫我弄一下 他說麻煩你了 謝謝 就掛掉了 然後我就這樣半夜就 對 護理師的優勢是在資深組之一 會不會他們比較好 對 有利位置不一樣 有利位置不一樣 對 但我個人覺得我的經驗 三十多年前我當住院醫師的那些 當時一直在 教過我很多人在護理師 現在我身上發現他們在我Facebook跟人留言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直都這樣 而且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他們都跟我同年 或者比我年長一點點 但是他們真的 對我們這先進幫助很大 那如果說你今天很小的事情 一直被摳起來 是 那對 因為他們都盡量幫你忙 那這一直發覺就說 我不想幫你忙 這一次講很有道理 就是你當你出社會的時候 你覺得不只是醫學知識而已 你覺得還有做人 對 這些都是你當醫生以後的一環 我有遇過也是女醫師跟護理師 他就跟那個找那個護理師麻煩 就叫他 然後那個護理師也很聶 他說好啊 你叫我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量 我每個小時 打電話叫你起來請 報答 今天暈聲報 可是我覺得所有人是互相 你看我嚇到牌子都掉了 所以我覺得人是互相的啦 其實我覺得我爸護理師講一下話 有些護理師會覺得說女生很嚴肅 第一是覺得他很嚴肅 他就覺得有點難搞 然後好像脾氣也不太好 所以有時候護理師就會 對女生不是很好 那可是我覺得後來這是互相的啦 因為像我們後來 其實應該也都跟護理師的case 變成好朋友這樣 可是有一些真的是 真的是護理師是真的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像我們半夜 有時候被摳啊 就是問一個同事 然後他在那個護理站 然後他忽然就有一個護理師 還蠻奇怪的 他都覺得說我們醫生不喜歡他 討厭他 但是其實是因為他每次半夜的時候 就會扣醫生 就是起來做一些很無意義的事情 然後也不是因為那個男醫生 就是人緣不好 就真的是這個 因為這個護理師 是每一個醫生都這樣子 所以變成我們大家都覺得 他很有問題 然後有一次啊 就是護理師還跟他的學姐抱怨 然後我同事在旁邊聽到 他就說 他又說是因為你半夜都這樣亂扣我們 我們才就是不喜歡你這樣 然後他就說什麼叫亂扣 你們晚上那個值班有你值班費的 我叫你們起來就是這有錯嗎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人跟人態度的問題啦 所以我想應該是 女醫師跟護士應該是還好的啦 我心中真的覺得護理師真的很辛苦 像譬如說我開一個打點滴抽血 他們要準備很多才會去打到點滴 然後點滴之後還要面對家屬 你給我一針上喔 不然我找你喔 對不對 或者是有一些媽媽打小朋友的點滴 然後媽媽就說 還跟小孩子說 這個護士阿姨壞壞 對 他會說 如果那個護士阿姨一針沒有打上 我幫你打他 對 護士阿姨壞壞 因為從小的教育就是非常的 瞧不起我們護理師的那個態度 像我有一次就發了一個問卷給我們的護理師 你覺得醫師身上哪個地方最髒 那你們護理師哪個地方最髒 很多寫醫師都是 叫醫師趕快去洗醫師 醫師趕 醫師趕啊 因為都太髒 要不然就是說你們醫師趕都是血嘛 可是很多護理師都覺得他們膝蓋最髒 膝蓋 他跪著哪裡跪著啊 之前很多新聞就是因為他們 常常都不太去跪其他人 可是卻為了要幫病人打一條救命的管路 他們寧可跪著打 因為他們彎腰其實會更不舒服用 你跪病人給跪父母還多了 對 他為了找那條血管 他可以跪在地上幫病人 被發現 所以我就跟他說那個不是髒 那是天使的印記 你是剛剛打完點一個 我記得我 我有一年剛去某一家醫院 剛就是菜鳥當門診的護士 然後就跟到一個很大排的外科醫生 然後大家都知道外科醫生呢 就是 然後又很拽 對 所以他就是進來 就是開始跟診之後 他就是一直打電腦看病人 打電腦看病人 然後鎮言都不瞧你一眼 然後後來那個 他自己打完主術之後 他自己藥也不自己key 治療也不自己key 他就寫在病例子上面 然後丟給你 叫你key 就用丟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 因為我剛去而已 所以我對醫院的電腦系統 還不是很熟悉 就打得有點慢 而且有的字我也看不懂 然後他就眼鏡拿下來說 然後後來我就是我不理他 然後因為他寫的一個藥名 我看不太懂 對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某某醫師請問這英文字是什麼 他就說 然後我整個微火 然後我就說 新來的也是要學啊 然後我就出去甩頭去走了 就小周文 對護理人員多尊敬 其實他這個事情是真的會發生 因為以前那個老一輩的外科醫師 他們其實 因為現在都電腦化了 他們不key電腦 可是我們老一輩的外科醫師 他根本就不會用電腦 所以都是對面的護士在幫他打的 幾乎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他頂多寫一寫字 就請你打 他們其實不大喜歡 新的人來跟他們的診 因為他們不習慣那種看診的模式 所以其實護理部 他們也會知道 像我們那些很資深的那些 老一輩的師父們 他們只要跟診 永遠都是那固定的護理師 新人通常會給我們這些 就是願意等一下 願意等他一下的那些 想你是自己打還是寫字的 我通常自己打 要打不太快好不好 而且後來他有去投訴我們護理長 然後我就被約談了 他會覺得說你為什麼 可是沒護士啊 不好意思 他不能跟我講 實在不一樣 實在不一樣 像我最近就有一個護理長跟我說 那個某一個醫師啊 很大牌 我說他是很大牌 他國際上 在很多國家都有教授職 這個厲害的 他說他來了 就說 你們家在 沒有泡咖啡啊 茶房要泡咖啡 我說哪有這麼好 茶房還泡咖啡的 我說門診可以泡個水 茶或者水這還合理 他說沒有咖啡 他說也沒有咖啡機 這叫什麼病房啊 就抱一對 他說不然也給我馬砂劑一下 我說這個太好了 我說這個 下次我請他來喝咖啡一下 問他是怎麼回事 所以像這種 這種醫生站得不多 但是就是會讓護理人員 非常的 非常傷心 就是說你是把我當什麼 我是護理師 你是把我當什麼 當然病人已經 有些病人已經造成 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希望我們的同業 包括我們的醫師 包括其他 所有的醫療行業的人 對護理師都有一個尊重 其實我們現在工作還是有 比較醫師有點在抬頭了 就是沒有說這麼苦 還是歡迎心血人加入 因為我們好貴喔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是 越來越護士化 越來越嚴重 對 就是政府也要做一些改善 我覺得問題 最後問題 就是護理人員是不是薪水會 可有可能會有 有無窮希望一直往上可以跳 會 N1 N2 N3的會一直升 對 像醫師有什麼 R1 R2 有機會一直往上升 他們也有 醫師有的很少 他們跟業務比較沒關係 對 那你們努力是想 可以有一天當個院長 或什麼 那他們努力純粹是為人民 沒有啊 他們一樣可以當護理長 他們一樣可以當督導 他們一樣可以當督導 他們也可以當護理部主任 對 那個錢沒有多 進階一年才五百塊 那個沒有錯 可是那是要看醫院 有的醫院到主管級 他們是有分紅的 但是護理師有個好處 就是你們一日阿長 就是終身阿長 我們一日當到主管 我們可能有任期制 我們可能四年就下來了 你們護理長 幾乎永遠都不會下來當護士 他只會跳到別的地方 當護理長 或是再往上升 你們只要到主管階級 可能這一輩子都是主管階級 現在台灣已經有 護理師當副院長了 也有 有院長 所以將來 院長通常不會 院長不會 你說副院長 副院長已經有了 所以將來其實應該是要 就是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佔了醫院最大的人力 對啊 所以其實是可以鼓勵 讓他們有更多 而且很多護士都已經進入到 醫院的管理階層 沒錯 對 這也需要像很多想 從事護理的同學們 就是要像很多人在 那邊的護理學校 你們還是有很大 未來很遠的心 我覺得往正面的方向想 因為其實我們在流程中 遇到真的是 100個病人來 是99個是感謝大家的 大家千萬不要 為了那一點點負能量 這樣影響了你們整個心情 和你們對未來工作的期許 這樣子 當然醫療可以更快速 便宜取得醫護尊嚴 隨時會被踐踏 其實台灣的醫療 很多外國的朋友都很羨慕 其實 那護理師更是其中 最為弱勢的 甚至被要求面帶微笑 服務至上 希望大家能更 善待我們的護理師 讓投身護理的人員 也不要忘記確保 還有很遠大的理想存在 謝謝大家 你知道嗎 不同顏色的番茄 有著不同的營養價值 像聖女小番茄 這一類的紅色番茄 就含有比較多的茄紅素 茄紅素是一個抗氧化物質很強的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心血管疾病 而橘色的番茄 它富含比較多的 維他命A和葉酸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保護眼睛 維持上皮細胞的功能 而最近有一個 新出現的綠色番茄 它則是含有比較多的 維他命K和番茄鹼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的 凝血功能 以及預防一些癌症的發生 所以下一次不妨 依照你的營養需求 來選擇番茄的顏色 上班族忙碌了一天 便宿常常是一個 家常便飯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經驗過 小便的時候會灼熱和疼痛呢 這時候小心 蜜尿道感染已經上升了 蜜尿道感染容易復發 這裡建議要補充一些食物 例如說蔓越莓 柑橘 巴勒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要多補充水分 建議一天要攝取 體重乘以30cc的水量 那如果再加上你不憋尿 這樣子才能讓蜜尿道感染 遠離大家喔 在焦旁線上 大阪に閃眨眼神 那一時 在焦旁很多都在焦旁 才會 아파